我覺得每次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都要跟所有朋友溝通 說我們要把它分成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說 疫情這件事情 就是從我們每個人個人的角度 不管我們的政治立場 意識形態或什麼的 都要做好個人的防疫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同事 保護朋友 這件事情都沒有什麼好 就是我們對政策 可以有很多的意見 但是個人的防疫一定要做好 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地方 那在政治面上面來講呢 其實去年 節目也講到這個 就是去年其實政府的這個聲望 在年底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對疫情 似乎覺得說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差不多了 總統還PO文喔 說八局打完了喔 第九局囉 然後呢就好像感覺是 這個疫情似乎就已經緩解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很多的政治性議題 特別是萊豬 議題就跑出來了 還記得那時候 孫昌不是這個聲望一度死亡交叉嗎 結果後來竟然又復活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疫情再次襲來啊 在危機當中的時候 其實政府相對來說 確實是比較 會給民眾比較安定的力量 很多民眾會傾向於相信權威 相信政府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我不想用陰謀論這件事情 來看這件事情 來看來看疫情啦 總之大家還是要把防疫做好 可是不得不說疫情 真的是蔡英文政府 第二任期的整個 這第一年完全就靠疫情 然後呢保護了他的支持率 然後呢 甚至在去年年底 一度都已經死亡交叉 又再次起死回生 都是因為疫情 所以他非常喜歡疫情啊 他非常喜歡用這樣的方式去宣傳啊 然後呢 用溫情的方式 然後用這種 這種 就情緒 訴諸情緒的方式 來講這種事情 因為這種就是在民眾當中 畫 就是畫一刀 我要跟大部分的人站在一起 我要跟大部分人站在一起 所以呢 就是用這些這種 桃園 謝謝桃園 一下子蔡總統跟所有桃園人站在一起 然後又謝謝 要謝謝這個什麼民眾 我又跟民眾站在一起 然後要謝謝什麼醫護 把我把自己藏在醫護當中 雖然我們前一段的時候 在講這個 講這個桃園醫院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很希望用理性的方式 包括楊志良啊 包括邱淑提啊 包括王任賢啊 其實都在節目中講很多 都是希望用理智的方式去分析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有注意到嗎 政府都用情感的方式 來回答這所有的疑問 我們要撐醫護 我們要挺醫護 然後呢就不願意去面對 實際的理性上面的問題 這是最容易 這怎麼講 你說理性 他說是少數不理性的聲音 他就是要把自己藏在這群人裡面 藏在醫護裡面 沒有人會去怪罪醫護啊 可是我們是怪罪你們這些政治人物 沒有把責任做好啊 但是他就把自己藏身在醫護裡面 他就把自己藏身在桃園鄉親裡面 我覺得這都是一種政治操作的技巧 大家要看得懂 一方面我們做好自己的防疫 但是對於這些政治人物的伎倆 還是要看得很清楚才行 好我這邊先唸一下董任 因為各給你們一個人 一個選舉 罷免創之復決是公民的權利 罷免黃節是鳳山市民的民意體現 謝謝變瘦的凱翔精辟分析 阿易 好阿易我記得你了 好 然後再來 蔡黃萬歲萬萬歲 國民黨有很多的立委和議員 你們每個人出一點錢為罷免 總部買一點 就應該是為罷免總部啦 買一台電視牆 我有看到這一則 對後面罷免團輪流使用 請趙欣回答 為什麼你的題都這麼難啊 對我提到買一件電視牆給大家使用 謝謝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趙欣如果是立委的時候 他可以很直接了當 他就說他軍權 可以關警用電視牆喔 那時候確實喔 包括在推很多這個罷免案 或者是相關的公投的運動的時候 我坦白講在中壢就遇到一個狀況嘛 那個霸王總部那個時候呢 在中壢找了十二面的電視牆 都已經準備廣告要上囉 結果到前一天晚上試播 一出去之後呢 就有十家來打電話給這個霸王總部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現在不方便播 那個原因大家覺得很奇怪 剩下兩家播而已 所以提到電視牆我就想到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我們 自己的電視牆就不用懼怕壓力了 但是這個我們慢慢來努力好不好 因為電視牆嘛很花錢 所以難怪桃園有一個 什麼樣的壓力在嗎 這個執政的壓力 可能是民進黨奧創嘛 民進黨奧創了 電子訊號劇啊 施壓也怎樣的 我搞不清楚 但是反正就是神秘力量 到最後就大家說不願意 或者是不方便 所以確實今天就是告訴大家的 執政黨現在都不是用一些 你別光回答電視牆是問題 他承擔啊 承擔 你能承擔其電視牆扛起來 造型是個好人才 什麼他都承擔下去 承擔起來 電視牆把它扛起來喔 所以我要講說 這個執政黨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根本就不像是一個真正的 一般的正常的民主國家 開放社會的執政黨嘛 他不是開大門走大陸的執政黨嘛 他是嘴巴喊著民主 實際上只是把民主當成手段 取得政權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犧牲任何民主的權責 他可以犧牲對少數的保障 他可以犧牲對新聞自由尊嚴的捍衛 他可以犧牲對少數公民權 食品安全的要求 這叫什麼民主國家的政黨啊 這只是一個追逐權力的怪獸 就像年獸一樣 各位要過年了 什麼是年獸的故事 年獸就是一個貪婪的代表 就是我看到什麼都要吃吃吃吃吃吃 吃到最後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就開始吃自己的尾巴 吃自己的腳 就把自己給吞食了 各位他吞到最後就會傷害我們自己 臺灣中華民國的果本 把自己吞掉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在這一頭貪婪的野獸失控之前 利用罷免案 利用公投案 讓他某個程度上恢復清醒 停止這種把自己中華民國 把臺灣的根基吞掉的行為 所以包括在今天我們提到的 這個防疫的部分 這個其實還是民進黨 就是都是在做公關 有時候說在做防疫 其實都在做公關 而且我真的是 當那個桃園的這個 傳出來什麼必桃令的時候 我就在猜說 這個執政黨或總統 不會又說今天我們都是桃園人了吧 結果蔡總統沒有講 蘇院長講 就是我不要說那是老梗 就是說 我現在不在乎你是不是桃園人 我在乎你怎麼對待 桃園人 我在乎你怎麼讓桃園人安心 桃園人安心 全臺灣就安心 桃園人幫我們在全臺灣抵擋住 這個疫情的第一線 第一線前線承受最高的風險的時候 我要的不是告訴你 我是不是桃園人 我要期待的是 你蘇貞昌作為一個屏東人 大家都知道你是屏東人 怎麼去幫桃園的鄉親嗎 當然最後這個事件 終究是有了一個比較 最後終於有一個好的結果 可是這中間的過程 是不是可以檢討的 當然是可以檢討的 當一開始的封鎖 當一開始的第一時間的反應 楊智良這個院長 還有這個邱淑提 講出了不同的意見 然後呢被鋪天蓋地的霸凌 用階級鬥爭的方式 去用情感訴求說 你就是不好 還去扯到二十年的SARS的時候 後來發現這個疫情檢討的方向 都照著楊智良跟邱淑提 他們的方向在走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面對疫情的方式 不是應該是理性 跟接受民意專業的建議跟聲音 而不是為了捍衛政權 不斷的去把人家抹紅抹黑 抹成莫名其妙的中共同路人 什麼都可以中共同路人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不理性的思維 是在貶低我們台灣 自從解嚴開放以來 已經成長得非常成熟的民智 所以不要再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 就是在瞧不起我們自己的民主 我要藉照星的話照樣照句 我在乎的不是 不只是你有沒有看大新聞大爆掛 我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在 紙屏裡面看大新聞大爆掛 只要你動動手指頭 跳到紙屏來 然後你安心的看 然後我也安心的 可以繼續的主持下去好不好 大新聞大爆掛 剛才製作人在提醒的說 我們看到主頻有一萬八千多人 然後呢 對不起按一下 在這邊點一下 我們挑了紙屏來 這邊也不錯還有一萬人 然後但是呢 很多按讚的都忘記了 這邊有一萬個讚 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的按讚按下去 不過剛剛講到說 到底這個不逃事件 是不是變成一個舞台 大家覺得很好奇 因為裡面有一個角色 以往所有的疫情都是指揮中心 就唯一大家都是聽命指揮中心的嘛 但是這次不逃事件看到 地方的諸侯 第一次有這麼大的揮灑空間嗎 我應該這樣說嗎 因為包括一開始 我記得指揮中心在開記者會 好像兩點的時候開 接著在三點還是三點半的時候 台灣市長鄭文燦 也出來開一個記者會 北部市長 北部市長 那時候還是北部市長 那時候是北部市長 現在揭秘了是桃園市長 OK 因為不逃事件解除了 OK 整個北部都他管 那公布的好像還比指揮中心 更多的足跡等等 然後呢 包括了後來的斃桃令 也出來跳出來說 這斃桃沒有必要 然後結果還有總統啊 各個行政院長也出來 一起來幫忙附和 幫忙畫瞎等等 後來甚至說有另外一家醫院 指揮中心講說 應該如果你要算院內感染 就院內感染 我們不對 我們北部市長跳出來說 不是院內感染 指揮中心馬上再改口 那我們看到幾次下來 的確這文燦的聲量 在這個文物溫度計裡面 看到1月13 1月21 1月31 這其實就跟布陶事件相關的 都沖沖的非常非常的高 都是最高點 那把這個聲量都累積下來 那現在好一個 比較溫情的說 大家可以安心的過好年了 但我剛才問的是說 好大家知道 看起來這一局 政市長在裡面扮演很大的角色 那真的可以過好年 真的拆彈成功了嗎 因為包括也有投訴的民眾說 我是陪併者啊 算是居家隔離的對象 可是到現在我都沒有接過 衛生單位聯繫說 到底我是不是要去居家隔離 但是指揮中心只告訴你 桃園衛生局告訴你說 基本上不可能 因為我們有打電話問過 說你陪兵家屬哪些人 我們應該都查過了啦 然後而且 還有一個隱憂說 清零計畫說結束了 可是RCP還有10個人沒有採出來 甚至過去我們在講的 他們自己指揮中心講說 有5大黑數嘛 到底你這些什麼包商啦 送貨員 沒有被匡列的等等 是不是還有可能潛在的 社區感染的風險 這是黃利民有提出來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鄭市長 還包括指揮中心 大家告訴你 安心過好年吧 我覺得我不知道耶 我感覺有一種感覺 我不知道鄭市長有沒有這樣覺得 我覺得陳時中應該快下課了 對就是他已經撐了一年 一方面我覺得他精神跟體力 應該已經到了極限 而再來是我覺得 在下一波的防疫 也就是今年開始 我們當然馬上要過年 馬上要開始放假了 但是你展望2021年的防疫 可能最重要的 已經不是什麼 阻絕病毒於這個境外 而是說我們要學習 怎麼樣跟病毒生活 很多的國家都開始 大量的施打疫苗 施打完疫苗之後呢 就可能會彼此之間 會開始互通有無 不管是旅遊泡泡 不管是這個商務泡泡 或什麼這樣的狀況發生 然後呢一方面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 這個對外採購疫苗的困難 那因為對外疫苗採購的困難 你不管是你要用商規的談判呢 還是你要透過外交管道呢 還說跟WHO之間的 這個這樣子的這個協商呢 這其實都已經牽涉到 國家安全到外交的層次了 那可能就已經不是一個 衛福部長可以處理的事情了 那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過去一個階段 感謝陳志忠 好不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好啦有功勞也有苦勞啦 然後呢這個要幫大家 能夠把這個邊境守好 然後疫苗沒有進來 造成大家生命財產很重大的損失 當然我們也感謝自己台灣人 我們有非常好的公衛觀念 跟大家都非常願意忍耐 忍耐總統的不變 你知道好笑是什麼嗎 我的那個臉書啊 跳出去年的今天 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去年的今天 2月份的時候什麼新聞 總統府發言人 古拉斯尤達塔 宣布說不用戴口罩 真的不要不相信 真的 不是有科學根據的 不要裝專家 還好大家都不鳥他 還好大家都不鳥他 要不是口罩 我們的疫情都不知道有 還好大家都不鳥他 去年的2月8號 好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階段 可能就需要更高層級的 因為牽涉到 包括跟國外的談判 是 然後不管是我們怎麼 再取得更多的疫苗 跟國外是不是 也要開某種程度的 這樣子的泡泡 所以我覺得陳兄 可能感覺有點快要下課了 那鄭文蔡 我覺得大家就再看得下去吧 子彈再飛一會好了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